如果幫他找好調的時候 大部分音次都能夠治療 哈囉 江蘇衛視還有勵志新聞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小剛 桌船雄 最近一年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我在開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台下的所有的觀眾 跟我一起大合唱 那個感覺很觸動 很幸福 因為人最大的成就 就是自己寫的歌人家會唱 放鞭炮 然後另外呢就是 過年是這個 中國人都會打一下麻將嘛 那因為我現在已經是變成發紅包的人了 所以發紅包之後呢 我最期待的就是打麻將 把他們的紅包錢都贏回來 因為我的父親是湖北人嘛 所以我們家呢一定會有 粉蒸肉 珍珠原子 還有魚膏 對 這是我們常常會有的 我今天的表演舞台就是 有沒有一首歌會讓你想起我 希望我們大家多多期待 龍年的計畫呢就是 去年做的演唱會嘛 那接下來就是再做一年 然後呢要發新的專輯 那希望我的音樂能夠讓更多人聽到 我覺得這次來感覺上特別的喜氣啊 然後因為過年節目嘛 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這樣子 我覺得還沒過年就有那種 春節的氣息已經來了 好像大家很忙碌的在準備年夜飯的那種感覺 對 沾沾喜氣非常好 最近三首歌啊 Coplay的Yellow 最近蠻常聽的 然後我最近在聽一些復古的歌 聽的是 實在太多了 聽玉智浩2的Friend 新的歌呢 New Jeans Super Shine Super Shine Super Shine 音痴啊 當然遇到過 對 在我的從業生涯中 遇到了不少的音痴 我們生活中會遇到一些音痴 有的不是真的音痴 它其實是因為它的音域啊 跟一般人不一樣 比方說比較低啊 或比較不一樣 然後可是它一唱那個原版的時候 太高了嘛 所以它就一下子找不到調 如果幫它找好調的時候呢 大部分音痴都能夠治療 很意外啦 對 因為那天演唱會 剛好看到他們的視頻嘛 覺得很有趣 然後很溫暖 然後因為這個視頻呢 我多了很多年輕的粉絲 所以我是真心誠意的 感謝他們 多了很多年輕的粉絲之外呢 我那個冬天的秘密 它的下載量也變得非常高 然後我也可以受到一點百歲 所以真心的謝謝他們 真心的謝謝他們